全列架上有各种商品 仔细一看 有的缺了包装 有的是展示样品 这些无法再贩售的瑕疵商品 以折扣架出情中 由于通货膨胀 对物价斤斤计较的民众越来越多 让这样的中古商品受到瞩目 一间全球电商平台透露 今年第一季 翻新商品和中古商品 占总销售额的四成 显示需求量很高 不仅是家电和服装 也有许多消费者在选购食物时 专挑打折的NG蔬果 유통업계에 따르면 크기나 모양이 기준에 미치지 못하지만 품질에는 문제가 없는 못난이 과체류가 인기를 끌어 지난해 대비 매출이 크게 늘었습니다 고물가의 가격 부담이 이어지는 가운데 겉모습보다는 실속을 챙기는 소비 트렌드가 당분간 계속될 것으로 보입니다 南韩内需不振长期化 家庭持有的闲钱变少 南韩统计厅统计 反映家庭闲钱状况的盈余额 今年第二季 月平均 勉强超过100万韩元 只合约24000元台币 从2022年第三季开始 连续八个季度 눈에 띄게 허리띠를 조인 건 하지만 그 외에 다른 부분에 있어서는 그렇게 소비를 해야 할 필요를 크게 느끼지는 않아서 아끼는 쪽으로 20岁以下 族群的收入不稳定 所以和其他年龄层相比 消费出现大幅放缓趋势 事实上 30-40多岁族群的支出 也小幅缩小 信用卡使用总金额 和一年前相比 只增长了0.8% 南韩民众消费降级 过往的饮食习惯 也悄悄改变 한국消费者院调查 所有的现煮僧鸡汤 价格平均17000韩元 这合约400块台币 和7年前相比 上涨了20.6% 不少民众 敢买超市微波僧鸡汤调理包 在高物价时代 省钱才是网道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